白皇后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白皇后原名爱玛格瑞斯·弗罗斯特 在原著漫画中 她出身在一个波士顿的富有家庭里 虽然家庭条件优越 但是她并不幸福 爱玛的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人 而母亲则是因为家庭压力经常滥用各种精神药物 知识二 白皇后在电影终于作为反派的黑皇二人 一起致力于挑起各国之间的核战争 但是后来被万慈王和X教授联手抓获并关押起来 在黑皇被打败之后 白皇后也随即加入万慈王创建的变种人兄弟会 不过在此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 按照电影里的时间线来算 白皇后应该是成为了变种人和人类战争的牺牲者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 白皇后除了加入变种人兄弟会之外 还加入了地狱火俱乐部 X战警等多个变种人组织 知识三 在变种人的世界里 很少有一个变种人是同时拥有两种能力的 而白皇后就是这位数不多两种能力变种人中的一个 她拥有比肩X教授的心灵感应能力 在同能力比拼的情况下曾打败过年轻时期的X教授 以及能变成肩不可摧 免疫精神层面攻击的钻石形态 知识四 作为拥有两种能力的变种人 白皇后的每项能力都很强 在精神控制方面 她能使人陷入感官上的真实错觉 中招的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 跟其他心灵感应者一样 她也能读取或者修改他人的思维 而在暂时状态下的白皇后 则是变得肩不可摧 并且还能免疫心灵感应能力者的精神入侵 甚至还可以做到根据自己的需要局部钻石化 但是钻石状态下的她 如果受到强大的外力挤压也会出现裂痕 不过在恢复正常状态后也能马上恢复 知识五 白皇后在漫画中曾是钢铁侠的众多情人之一 而且她还和海王娜某有过一段感情生活 甚至还与已经跟凤凰女结婚的雷射眼偷情 但是跟雷射眼的关系却被凤凰女通过心灵感应抓获 凤凰女一怒之下释放了自己的凤凰之力 并对白皇后进行精神舞 即使白皇后变成了钻石形态免疫 也被凤凰女打碎 知识六 在电影中曾出现过两个版本的白皇后 第一个是电影《金刚狼》一领 由塔海纳托兹饰演的白皇后 第二个则是在电影X战警第一站里 由詹纽瑞琼斯饰演的白皇后 电影里的这两个版本都是高颜值美女 在原著漫画中 白皇后虽然也是十分的性感漂亮 不过她却承认曾对鼻子整过心 不过她却承认的白皇后